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一正经营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带来黄金百元的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数据 那么今天比较有重要数据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6点钟 有欧元区的GDP的一个中值 还有就业数据 我们看到市场预测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那么欧元区的GDP我们认为会有所下降 那么有所下降就会带动美元出现一个上升 但是这种美元的上升黄金它不一定会跌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欧洲经济体状况不佳 那会去避险 所以如果说6点钟这个美元有反弹的话 那这个黄金不要轻易去追空 另外在21点30分有美国的EIA的原油库存数据 我们看市场预测是负的33.5万桶 那么昨天晚上有这个API的一个库存 可以看到也是有所增加的 因此这个预测的话我们认为也是有的 那么就近期这个原油事件可以看到呢 这个EIA的原油库存呢 其实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并且在凌晨已经有一系列这个原油的一个阅读报告啊 这些都是已经明确是利空的 虽然呢今晚这个数据啊 我们认为也不会对原油产生反转性的一个影响啊 建议大家顺势而为 下面我们看一下基本面啊 那么近期基本面呢比较清淡啊 没有什么很重磅的这个事件 所以呢在基本面方面呢 我们只做一些简单的点评就可以了啊 对于我们做交易而言呢 建议大家还是以技术分析为主 顺势而为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关于华尔街啊 近期呢这个大摩高盛 美银啊 纷纷出现一个裁员和放缓招聘 这个摩根斯丹利呢 周二裁减了2%的员工 高盛呢认为啊 可能不得不在某些领域裁员 并对财务资源保持谨慎 美银啊 表示该公司正在放缓招聘的速度 试图在经济低迷之前控制员工的一个数量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 三大产业对不对 高科技啊 金融 特别是金融也是它一个很重要资助产业 华尔街是出了名的 那如果说华尔街都迎来寒冬的话 那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全球啊 可投资或者说有价值的投资 以及各个市场这种投资性的一个盈利呢 并不是很高 金融市场低迷 也就意味着实体产业败款啊 资金的一个需求 难以及时的获得补充 那么对实体经济呢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美元就没有必要再进行那么强势的一个加息了 就是有这样一个趋势可以判断 但这个消息呢对我们的交易呢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只是给我们去判断未来经济的一个状况而已 加能可表示啊 全球铜短缺将非同寻常 全球最大的铜矿开采商和贸易商之一的加能可 在本周加入了其他矿商的一个行列 对即将来到的全球铜短缺发出尖锐的警告 他用此是尖锐 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迫切的 并认为这一个关键的工业金属 将出现巨大的供需缺口 预计需求和供应之间累计缺口将达到5000万桶 作为参照的一个对比 目前全球铜的需求约为2500万桶 那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一个点了 就是它的时间跨度比较长 8年时间对吧 8年时间5000万 那你想想这个铜虽然说有很明显这种需求 但是8年时间这么长的一个跨度的话 对于铜价短期的一个影响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里面也反映出另外一个点 那就是全球对于铜需求 以及新能源的一个发展 未来8年依然是一个风口 铜矿商和行业分析师近来一直警告 由于风力太阳能发电 高压电缆以及电动汽车对铜的需求不断的增加 本世纪20年中期开始铜的需求缺口将越来越大 对吧 所以铜的需求缺口以及铜的一个需求 也就说明未来这一些行业和领域 它们依然是一个高速发展期 第三点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盛 高盛警告 美国的债务上限之争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的波动 那么根据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 今年12月1日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达到31.36万亿美元 大大超过美国去年全年约2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进一步逼近了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 那么这个债务上限 我们其实并不是很陌生 之前美国也发生一过债务上限 美国政府还关门了一段时间 对吧 关门了几天 所以他这个消息并不是一个突发性的消息 也不属于一个黑天鹅性的一个消息 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短期咬动市场的一个消息而已 他最终还是会被解决 只是说高盛现在所警告的就是 很可能因为这个法定债务上限出现 国会的一个扯皮 毕竟这个中期选举已经使得两党分别抗衡了 所以他警告是这个 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债务上限想要解决 或者说这件事情的解决的一个时间跨度会增加 仅此而已不会出现这种解决不了的问题 因为债务上限迟早还是要解决的 另外的这个违约风险至少要到明年9月份才会出现 高盛认为政府资金最早可能在明年7月耗尽 最晚可能在10月耗尽 所以他只是给到一个趋势 给到一个方向 但是对我们的交易也是影响不是很大的 那我们就可以记住 明年的9月或者说7月会有这一个美国债务上限一个扯皮 或者说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事件影响 那么那个时间段基本上黄金是看涨的概率高很多的 最后点就关注原油 那么昨天晚上美国也公布了一个原油 根据美国能源署EIA的阅读报告 美国明年的原油产量有望达到1234万桶 请注意它这是一个什么 明年的原油产量 不是当前的一个原油产量 它预计会超过2019年创下的1231万桶的一个记录 所以它只是一个报告和预测 不是限价 但是因为这个消息 使得昨天晚上的原油出现连续的一个下跌 对于原油的需求 EIA预测2022年的石油需求 和其他液体燃料的消耗量将增加至2036万桶每日 低于此前预测的2038万桶每日 其实这个差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的原油产量 基本上已经满足了全球一半的石油需求 所以看到美国对原油生产量还是非常大的 另外根据油腹公司贝克修士的一个数据 美国的石油赚紧平台数量今年已增加约30% 那么关于这个石油的价格 我们知道美国它是要打压高油价 因为油价会影响通胀 但是如果说近期公布的美国的CPI的数据 或者说下次公布的CPI数据 美国的通胀有明显的下跌的话 那么这个原油的价格打压 我们认为就会减缓 就会减缓 但短期而言 但短期而言的EIA的阅读报告 使得原油市场沉压 目前原油市场 还是有一个下跌趋势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基本面 还没有关注我们义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义政经营 黄金白云原油投资 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想要学习我们K线法则交易系统朋友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我们首先看原油的视角图 原油在视角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当前这个73这个价格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 并且73和前方的低点 是形成一个共振 所以这个原油 今天晚上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看空 以当前这个价格去看 要跌穿73 我们才会继续的看空 如果说视角图反反复复 都破不了73 并且现在它多空分件是在多少 是在74.46 跌破不了73 反而突破了74.46 那么这个原油 我们就会看一个反弹 请注意是反弹 而不是一个反转 那么反弹会看到什么位置 大概的阻力会在80这个价格附近 如果说有下跌破73 那么往下跌 根据我们的法则 会看到69.49和68.58 这个价格区间 也就是说会去到70以下 所以这个原油当前怎么去看呢 那这里面就给出了一个信号 你看色彩图是不是搜出一根上影线 也就是说在当前这个价格 原油只有重新再搜出一个上影线 并且走出看涨法则 才表示原油在当前这个价格站稳 否则下跌的逻辑不变 有可能会去到70以下 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我们看黄金 黄金在色彩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根线法则 最强的支撑是在1750.97 也就是在1751附近 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支撑位 当前这个黄金是在1768和1778之间 做一个盘整 能够往下破 那么才能够看跌到1750 如果说它往上破了1778的话 那么这个黄金最强的阻力是在1792价格附近 目前的美元 我们知道有加息的预期在了 对吧 所以近期黄金有所回调 那么这个黄金还会涨呢 我们认为还会往下跌 因为现在它是处于一个空头法则里面 可以注意1778这个阻力位 不破的话 还是保持看空的逻辑是不变的 那么中间这个震荡的话 可以高空为主 这个策略会比较好一点 而如果说有效跌破这个1768 1767 那么可以考虑再去做一个加仓 而目前10美金这个波动空间 注意多看扫动 经常交易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美元 美元在当前的法则里面 它是一个多头法则 也就是它是一个看涨的逻辑 这个是没有变的 这是一个美元 那么上方阻力在哪里呢 在106.89和107.16 这是一个价格 而它的一个 那么多幅分界是在104.96 也就是在105这个价格 说明这个美元呢 还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动力 下面我们看一下白银 白银在色彩图里面呢 它的多幅分界是在22.54这个价格 只要不破这个价格 那么这个白银呢 依然处于下跌的逻辑里面 那么下跌逻辑我们就是以高空为主 这个是不变的 而下方的一个支撑呢 是在21.85 如果说有效跌破21.85 那么这个白银呢 上涨的这个逻辑将会彻底改变 将会进入反转性的长期看空的逻辑里面 所以这个白银呢 当前其实是属于一个高位的一个什么 回调而已 不是一个反转的下跌 目前呢 可以多多关注啊 想要做多朋友 可以在21.85附近呢 去买涨 也就是说跌破22.85以后啊 你才可以买涨 目前去看呢 可以以22.54啊 作为一个折损啊 逢高去布局一个空单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的交流 而近期的行情呢 震荡行情比较多啊 在交易上呢 请注意控制仓位 我们下一期再见